在军事装备上 美军一向是不愿落后他国军队的 因此也支出了庞大的军费 然而最近展示出的美军新一代清坦 却落后了我国整整十年 还有三个缺陷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近日 外媒忽然公布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美军研制的新一代轻型坦克 称为机动防护火力战车 这是实车的首次亮相 美国陆军希望它是一种 全重38吨的履带式装甲车辆 可以同时具备速度 防护能力 回伤能力 可以使用多余战斗 能够与其他地面力量 学同压倒潜在对手的同类威胁 然而实际上 这一款坦克却有三处缺陷 因此坦克采用的构型 此前有消息称 这款机动防护火力战车 采用的是阿斯科德步兵战车底盘 这一次曝光的照片上 也与阿斯科德有一定的相似性 保留了发动机前置的构型 只是改变了手上针甲的角度 更接近M1A2的形状 作为坦克 发动机前置实际上 是一种不适合的构造 会严重限制前装甲的厚度 但是要想重新研制一种 全新的轻型坦克底盘 就赶不上美国陆军要求的进度了 因此只能选用步兵战车底盘 二是坦克的火力装备 坦克的炮塔位于车体后方 炮塔内有三名成员 分别是车掌 炮手和装填手 火炮目前还是105毫米线堂炮 车长舱盖上方 装有一挺12.7毫米机枪 可以发现 机动防护火力战车 依然没有自动装弹机 车内必须多设置一名装填手 这对于持续高强度作战是不利的 三是坦克的机动能力 虽然美军希望这款轻型坦克 能够具备速度优势 但实际上 这种坦克采用了茶油机和液气独立悬挂 有6队负重轮 总重量实际比59式坦克还要重 这对于坦克发动机而言 就是沉重的负担了 战略机动能力不容乐观 另一方面 这款坦克至今还没有被配置到美军军中 根据美国陆军新发布的消息 美国军队打算采购500辆 从2022年开始生产 2025年开始部署 但即便按照美国陆军的计划 从2025年开始装备机动防护火力战车 那么也比中国陆军的轻型坦克 腰武士整整落后了十年 网友因此说道 这意味着美帝的轻型机械化旅的作战主力 首次落后于我军了 违背了美军恢复打地面正规战能力的初衷 调节奏 Background Disc Fern olh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